準備起飛機啦 今個後年我就過了去新加坡 和爺爺和姑媽他們過年 我們搭是Tiger Air那些小飛機 他也不錯 沒延遲 然後就早了一點到新加坡 去到機場也會有Free Wi-Fi 但要拿電話號碼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直接在SMS拿電話號碼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去很多資料搜索的電話號碼 很容易 然後我們就坐車回家休息 Hello 大家好 現在來到新加坡第二天 現在和爺爺一起準備坐這個 City Tour的叫什麼 Dug Tour 中文叫什麼 類什麼 水 水陸涼融巴士 水陸涼融巴士 現在正在排隊準備上去 待會給你們看 人們來齊了之後 就會開始排隊上車 先上才可以選擇 坐在哪裡 我們排在後面 所以終於坐在後面 但也沒什麼所謂 車上也會有個Tour Guide 在這裡介紹 經過那些景點 有些什麼 可以有英文或者普通話 哪像是最好隨著的 至少 下水那一刻 是我最好 looking forward 最喜歡的部分 拍在那些最好的時間 算是一半會在樓上 以及 少半會在樓上 然後大半會在水上 都是經過很多出名的景點 下車之後就 走去看看 車子是什麼樣子 你看爺爺很喜歡 他很喜歡這些 mechanics的東西所以就拍了 底下是什麼樣子 一架船 挺高 挺有趣的 然後我們就跟 姑媽她們喝 afternoon tea 現在又來了另一個 購物店 B山購物店 帶來買菜 買很多東西 因為準備明天吃團煉飯 明天在家吃火鍋 今天給你們看一下 新加坡的超級市場是什麼樣子 你看好像沒有人 其實在購物店裡很多人 排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新加坡的 即是無緣無故會下雨 明明看到是天亮 很透太陽 然後又可以下大雨 所以要記得帶傘 下一天應該是 年二十九 應該是年二十九 所以我們就有車河 然後就回家吃 團煉飯 來吃一個早期的團煉飯 我們就吃火鍋 我姑媽說 新加坡人通常吃團煉飯 就是在家裡吃火鍋 然後到年三十天 我們就來了唐人街 燈色很漂亮 來吃這間叫東北人家 這間是很有名的 吃餃子 應該是叫餃子 然後東西都挺好吃的 一羊 炒羊肉 然後餃子 很好吃 然後就有雪糕 吃 連三十晚就隨便來做一間店 然後我覺得這間廟 很漂亮 我好像沒見過那間廟 會有這些 露燭 很漂亮 這個VLOG就是這樣 祝大家新年快樂 雖然有點延遲 不好意思 但我現在還在旅行 遲些再看看我有什麼VLOG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